我是亮亮,今天是7月1号 下午下班的时候,赶上了一阵子很大的雷震雨 慢慢的雨哗啦啦的下着 雨在地面都流成了河 这种情况最近时期我已经很习惯了 因为已经好几天都是这样了 几乎每一天在傍晚或者临睡觉前 都会下这么一阵子 我们家小院子里头的水更严重 地面的水几乎都可以去养鱼了 我们看看情况是不是很壮观 不过不用太担心 我们家院子有个好处就是不积水 只要雨停了,在十七二十分钟之内 雨水就会震得干干净净 只是现在看到院子里的情景 着实是有点狼狈 雨很大,但是我前几天购买的那把 遮雨的大人太阳伞今天到货了 爸爸正好就给用上了 一红一蓝是不是很壮观 对了,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呢 虽说那天和爸爸过生日的时候 由于我和爸爸的生日比较近 借着爸爸的光我也吃了一碗长寿面 但是对今天这个特别是我的日子 女儿专门又出去给我买了个小蛋糕 还很阳气地买了个新型的蜡烛 说是会爆炸 但是买盒的蜡烛他却不会点 点了半天也点不着 算了,干脆就痛痛快快地吃蛋糕吧 谢谢宝贝,妈妈爱你 前一阵子给自己立下了一个flag 说自己既然夏天以来不再买肉肉了 但是那天无意中翻到了直播 看到两颗肉肉又大又便宜 忍不住又下了单 那么今天反正雨大也拍不了视频 索性就来开个箱吧 很久没有拍过开箱视频了呢 不过接个击下来几个月 就是我买了肉肉估计开箱视频也不会多 因为现在有些店直播间里 买了肉肉之后 他就会直接建议你寄养 然后一直寄养的秋天再给你发过货来 夏天的肉肉在路上 那个因为空气高 经常会闷坏 但这次我开箱看到他们使用的包装是这种 轻轻的塑料泡沫小球 说实在的这种泡沫小球的包装方式 我是不喜欢的 因为这种泡沫小球太轻了 一不留神它就会飞的满地都是 而且特别不好收拾 但是夏天我看使用这种泡沫小球来包装倒是不错 稳定性自不必说 关键是它很透气 这次我是花了25块钱买了一颗大的整装的紫珍珠 我觉得25块钱买这么一大颗还是挺便宜的 所以当时忍不住就下了蛋 你看 你看它在这个泡沫小球里包装过来之后整装看是挺完整的 而茄子珍珠没有任何黑斧和化水和断肢的痕迹 开箱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我就担心会把泡沫小球再飞的满地都是 因为真的很不好收拾 但是买的第二颗应该是一颗洛神 在我印象里洛神是一个也算一个小贵货吧 我曾经买了小小的两颗就花了20块钱 这次这一个大的整装是30块钱 它是在618特价 我觉得买的还是挺合适的 大家看呢 这颗整装的洛神 它有好多个大头 而且大头底下还有很多个小头 长得很密 这是一颗需要慢慢的自己去控 自己去养 养出状态的一个洛神 我养肉肉就喜欢养这种的 我喜欢看它到状态不好 到让我在我精力手底下 慢慢养成好状态的这个过程 夏天给肉肉上盆 其中很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就是因为夏天天气很热 如果淋了雨再也热 很容易闷根 所以我给这次洛神 我好好的给它先把根修一下 然后再去好好晾一下 然后上盆的时候 我想尽量用干土吧 即使它发根浮盆会慢一些 但是至少它会比较安全 其实修根的过程中 看到这个洛神的根系 其实挺健康 也挺密的 其实要如果不修 带着土就这么给它上盆了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 给它修干净一点 这颗紫珍珠也是 其实就这么带着土坨 给它上盆 我觉得也行 但是不敢冒那个险 看着我又是拆箱 又是修更忙得不亦乐乎 爸爸在旁边说 不是说不买了吗 怎么又买了呢 我爸爸我说这次的价钱比较划算 爸爸表示无奈 闺女表示 妈妈你不是说不买了吗 这不又打脸了吧 打脸就打脸吧 人的一辈子就是一个 不断打脸的过程 这颗紫珍珠的根 修起来很麻烦 因为太密了 而这修的过程中 我又得小心 不要把它那个 根弄断拆散 所以 我决定先修一部分 晾一天 等它那毛细根 再干一点之后 再修一次 不过这么一来 上盆估计 怎么也得三四天之后了 最近雨多 等几天就等几天吧 修好了根 看看吧 这个紫珍珠和洛神 这现在看来 这一紫一绿的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小心再小心 紫珍珠 还是拆散了一个头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啦 跟ris方的 我们下游泳的 我们下游泳的 不过去 我们下游泳的 按下游泳的 这部门 上游泳的 材游泳的 在三五天之后 你下游泳的